哈囉 大家好 我是Grace 今天這個影片呢 本人我非常興奮 因為上次帶你們走唇彩試色 真的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 那事情是這樣子的 因為之前呢 我在我的Vlog有分享說 喔 克蘭斯有進美唇油給我也 然後就有蠻多讀者師去問我說 能不能帶你們一起走一個試色跟心得的想法 我來了 經過日日夜夜的試用 今天終於要來和你們正式的分享 克蘭斯全新升級 坦韌直萃美唇油的心得跟想法 那這個影片呢 我會這樣進行 先帶你們走試色 中間還沒有分享心得跟想法 最後我會推薦三個我非常喜歡的顏色給你們 那我認真的也想跟你們說 這系列唇油真的是可以讓雙唇發音到爆炸 像我現在嘴巴上就是用唇油完成的 它真的是零負擔 然後又非常滋潤的雙唇 而且我現在嘴巴整個柔嫩到爆炸耶 那如果說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們先從試色開始 那試色之前如果說你還沒追蹤IG的話 這裡可以找到我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影片囉 那第一個顏色是天然蜜糖 你們看它包裝是金黃色的感覺 可是它塗在皮膚上會變成透明的 因為它的妝感是光潤型的 所以你素顏的情況下也會蠻帶氣色的 那第二個顏色是粉蜜野眉 這個顏色它是很淡很淡的粉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自然 它可以創造出你的氣色是自然粉嫩的感覺 那你日常可能就是想素顏啊 但是又帶氣色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二號色 第三個呢是燕紅櫻桃 它的顏色我覺得整體是比較偏向冰透的眉粉色 搭配它的妝感呢是光潤型的嘛 所以我覺得整體創造出來的那個櫻桃小嘴的感覺是很juicy的 然後會讓人家想要一親方則的 第四個顏色呢是糖粉甜心 那它的包裝其實我一開始看會覺得哇 它好螢光好亮的感覺 可是它塗在皮膚上面啊 反而是那種氣質少女粉 然後不會有螢光感 像我這種皮膚比較偏黃的人 我覺得塗它也非常的適合 好那再來第五個顏色呢是活力信桃 這個顏色呢它還蠻有朝氣的 而且我覺得看起來很活潑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橘子色 基本上這個顏色非常適合放在夏天 再來呢是鮮嫩草莓 它是粉中帶一點點紅 相較其他的粉色系呢 它感覺上呢更知性更有氣質 下一個顏色呢是九號色 它叫做誘人可可 可是我覺得它更像是無花果色系的感覺 然後是比較冰透款式的 再來這個顏色因為它帶一點點棕 所以像我們這種比較偏黃的皮膚呢 帶妝或不帶妝的情況使用到它 我覺得它會讓整個人的氣色看起來是有提亮感的 最後一個顏色呢也就是十號色 它叫做魅惑紫眉 這個是一個眉紫色調喔 然後稍微帶有一點點秋冬感 顯得高貴又大方 因為這個顏色看起來真的非常的成熟 好那以上這八個顏色呢首部試色在這邊 你們可以稍微參考一下囉 皆さん試色結束啦 你們有看到自己喜歡的顏色嗎 如果說有的話你們先想在心裡面 等一下影片最後面我們再來對標 你喜歡的跟我喜歡的一不一樣好不好 好那這一次呢 看來是他們家美唇油呢 做了一個非常大的升級 如果說你們有在follow的話 應該很快就看到了 對外表長得不一樣 從金色的方管升級成了銀色的圓管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 銀色比金色還要再更吸睛 所以這一次包裝呢 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還蠻有質感的升級 那除了說外表以外 它的內容物也有做一個蠻大的升級喔 比方說這支唇油它整支呢 有93%的成分 是來自於天然的脂脆 那這一次升級呢 裡面有添加一個全新的配方 它叫做三重有機脂脆油 那分別為真果油 然後還有有機合合巴油 跟有機的甜香味油 真果油呢 本身在他們前一版本的美唇油裡面 就已經是一個很經典的配方了 主要可以去柔嫩 撫紋我們的雙唇 那有機合合巴油呢 它主要可以去潤澤跟呵護 還有滋養我們的雙唇 第三個成分 有機甜香味油 可以去增加我們唇部的防禦能力 去減少外在環境 引起我們唇部的不適感 這個我就要來舉例了 因為我自己真的非常的有感覺 因為其實我後期不太常帶你們走唇彩試色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有工傷 職業傷害 每次帶你們走唇彩試色一次都是幾十支 然後在上妝卸妝這樣反覆的過程下 其實對嘴唇的傷害是真的還蠻直接的 那因為我自己的嘴巴本來就比較容易乾燥 跟掉皮嘛 所以到後期呢 掉皮的頻率更高 然後我就養成一個非常不好的習慣 就是我一直摳嘴巴摳摳摳摳 然後把我的嘴巴就摳了各種坑巴你知道嗎 但是我跟你們講 我收到這個美唇油將近有快兩個月的時間 我每天用的情況下 細細回想 我最近這一兩個月的嘴皮似乎很少出現過 然後我也沒有再發生用手去摳嘴皮這個動作 所以這支唇油它對於雙唇的柔嫩滋潤 增加唇部防禦能力這一塊我是真的還蠻有感受的 我跟你們說我後期呢就是天天在亂換 因為顏色真的都很漂亮 這一系列唇彩它的顏色靈感是來自於大自然的色彩 我自己這樣天天用的情況下 我發現它不會挑妝容 然後你素顏圖也OK 帶妝圖更美 甚至你是各種不同妝容的風格 或者是說你是各種不同的膚色 這八個顏色你完全可以用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每個人的口袋應該要背個兩隻以上 甚至呢全部包色 我浮誇了對不對 好那我手上這個顏色 一直黏在手上這個顏色呢 它是一號色天然蜜糖色 那為什麼一直黏在手上呢 因為它除了說可以當作唇油以外呢 它還有一個絕技你們必學的 那我們先講唇油的部分 它是金黃色的內容物嘛 可是呢它其實是一個透明的質地 你上唇之後啊 它帶給我們的妝感呢 是自然潤亮 非常的顯精神 那除了把它當作唇油來使用以外 我跟你們講 晚安唇膜這個絕技 大家必學 我放上一個before跟after給你們看 我是認真有在天天用唇油的情況下 我覺得雙唇 before那個雙唇已經保養得非常不錯了 after是有敷唇油敷一個晚上 你們感受一下 那個嘴唇真的是嫩到一個不行 如果說你隔天是有約會的 不管你今天是要跟欣怡的人啦 情侶啦 老公老婆都ok啦 有時候自然的親吻就是這樣發生的 是不是很千親 我跟你講 可以說我很浮誇 但是我講的都是實話 有敷真的有差 你的雙唇呢 就很像是今天做經濟唱 敷完隔天 直接是頭等唱的那種概念 效果真的很好 好那也來帶你們看一下這一支美唇油 它的刷頭跟質地 我們先來講刷頭 它的刷頭好可愛喔 你們看圓圓胖胖的 然後它的質感很不錯耶 因為它很綿柔 上唇之後呢是不會拉扯嘴皮的 而且你們看它圓圓胖胖的 本人覺得呢 非常像是為我而設計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的嘴唇比較豐厚 它對我來說真的是一抹到位 它每一次取出來呢 就是一次唇油的用量 所以使用上來說真的很方便 再來就是它的質地 我真的很喜歡 因為很多人聽到唇油 總是會去想說 噢湯啦 唇油很悶啦 怎麼辦我覺得我好像細菌 可是可能是他們家這個美唇油的質地啊 蠻舒服的 因為它很滑潤 然後非常非常的清透 唯有你自己生活中 在抿唇的時候 才會感覺到說你的雙唇 噢有一點滑滑的 嗯還有一點潤潤的 噢雙唇很柔軟 所以它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幾乎啦 我覺得是零負擔感 那它的味道呢 聞起來是紫脆的香氣 稍微偏甜 可是我覺得它的甜的比較清爽 久聞不膩的那一種 接下來呢 我要推薦三個我喜歡的顏色給你們 我們要開始對標囉 趕快筆記喔 那與其說是三個我很喜歡的顏色啦 不如說是三個我常用的顏色 因為這八個顏色真的都很漂亮 如我剛才說的 我每天都在亂換 好那第一個我想要推薦給你們 絕對必買的顏色 就是我現在手上內的這個顏色啦 一號色 天然蜜糖色 這個顏色呢 本來我就是有時候素顏在家啦 希望說可以去呵護雙唇 可以讓我素顏看起來有精神的話 我就會塗它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的雙唇看起來是自然潤亮 非常的有精神 然後同時還可以去柔軟 撫紋我們的雙唇 那再來 晚安唇膜 你們記得了嗎 剛才那個before跟after 再給你們看一下 我只要有敷 早上其常照鏡子 我就很想要給我自己一個香吻 我浮誇了嗎 第二個要推薦給你們的顏色呢 是三號色 叫做燕紅櫻桃 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櫻桃色 色澤感非常的自然 是真的很像是電視般那種不修圖的櫻桃唇版 很像是我們體內自然透出來的那一種紅潤感 接下來第三個顏色呢 是九號色 誘人可可 這個顏色呢 比剛才的燕紅櫻桃 還要再多了一點點棕 因為本人我就是秋冬派的 再加上我的皮膚本身就偏黃 所以帶一點點棕呢 反而可以讓我這種比較黃皮的人呢 更顯白更顯精神更顯明亮 三個都對到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沒有對到也可以留言啦 分享你喜歡什麼顏色囉 剛才也說了嘛 八隻顏色我每天都在亂換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顏色真的太漂亮了 全部包色應該也不為過吧 真的很好搭 超白搭的 那如果說你對克蘭斯他們家全新升級的 彈韌直萃美唇有興趣的話呢 非常推薦你們可以把我子孫打開 裡面有握放上他們的產品連結 或者是說你有空的話呢 也很推薦你們可以直接去克蘭斯的專櫃 試試看他們的質地 然後感受一下香氣 我覺得應該是更深刻 然後更可以知道我這一集影片 在闡述的那一些內容們 好不好 分享給你們啦 如果說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一個like 那更多我的生活動態呢 在我的IG可以找到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記得留言告訴我你喜歡什麼顏色喔 掰掰啦